一位师兄说 他说我正在进行金刚萨朵的观修 按照您介绍的方法呢 是先从金刚萨朵的脸开始观修起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 还是达不到您说的闭上眼睛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金刚萨朵 他想问一下 他是继续观想金刚萨朵的脸 还是先观想其他的 比如说头发 项链 应该怎么办好呢 这个时候可能是在继吴家兴 吴家兴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要求没有达到那么高 也没问题 主要是用来继忏悔的 所以就是看了一两个月以后 然后看其他的部位 然后这样子观想就可以了 要达到特别的清晰的 这个要求比较高一点的修法是 密法的生起次第的修法 那我们现在的修金刚萨朵 还不是真实的修生起次第 还是属于家兴的阶段 所以呢 你就如果是看了一两个月 就差不多了 可以看金刚萨朵的整体 然后呢 心里面去想 把这些金刚萨朵的全身 各个部位 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到时候去想 这样子在家兴的时候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家兴的这个 金刚萨朵修法 它的重点还是在忏悔罪业 对 主要是才会注意 对 主要是才会注意